我這嘿大家好 那個我傑西啦 我今天想要聊一下就是 最近我常在其實很久了 就是臉書廣告啊 或者是說 很多YouTube的廣告 他們都會說什麼 什麼八周學會自談自唱 或者是說什麼 多快讓你可以口說什麼什麼東西 我明白講啦 好不好我覺得那些是騙人的 就是做了那麼多年的吉他老師 教了那麼多年的英文 我跟你講八周 你能夠把和弦按好 擁抱四個和弦按好按得漂亮 然後四拍彈一下 你還能就是稍微跟上你在唱什麼 你就已經是神了 那我是覺得說 英文也是 我覺得我可以明白就是 我們什麼事都想求快 可是你要想一下就是 你以前到現在你最擅長的事情 你花了多少時間 我覺得好的老師是說 他可以立刻就是 像我今天去做那個物理治療 那因為我的那個寬 內收機 就已經半年都沒有好 然後我去看 跟那個一般的復健科 他都說這個就肌肉受傷啊 你就自己等到好 可是其實並沒有好 那個醫師就像老師一樣 後來我就去花這種自費的物理治療 然後他今天一次就解決了我兩個問題 他都跟我說 其實你髋關節有受傷 你是關節受傷 所以你的肌肉才是不會好 然後就幫我就是 做了很多的 就直接找痛點 我覺得好的老師就直接找痛點 然後就讓你知道說 OK我哪邊可以直接切入 他就是我的問題 然後那個寫入就暢痛 我覺得就是這樣 那為什麼我今天會PO 就是這麼多三種語言的卡拉老師基 是因為我想讓大家知道說 這些東西就是 如果你是從音樂上 其實有研究嘛 音樂其實它會讓你整個的記憶啊 然後標準度 然後還有你的文法什麼的 就可以比較讓你接近像母語的方式去學 所以其實我只能反對就是說 寫一大堆中文 然後去解釋說這個英文的文法是什麼 我覺得那個順序是錯的 我覺得好的老師是 OK我給你一個句子 但是我會跟你解析說 他為什麼長這個樣子 那假設說今天這個是完成式好了 那我除了跟你說 他這樣就是什麼have have been have been has been 我會跟你說 OK他為什麼長這個樣子之外 我會再用一個trunk 就是說 那其他這些動詞的變化 可能會有哪些東西 其實我覺得 英文很簡單 其實我覺得語言 相對簡單的是說 就是說你的過去式 未來式 進行式 還有你的基本動詞變化 那些東西 喔對完成式這一些什麼的 其實大體上就是這五種 所以你只要把這個講好以後 觀念釐清以後 但是這個東西就像是說 你今天看美劇 你每天都在看 你每天都在講中文 你每天都在講台語 你們怎麼學中文 其實就怎麼學其他的語言 其實就會這樣 那台語這樣 我也是說 OK我從小就聽嘛 對不對 那你自然而然 你就會有 這種語言發音的邏輯 那 如果說你在接觸 法文跟西班牙文 講西班牙文 好了 我個人是很喜歡西班牙文 因為它其實在文法結構上 其實跟英文是很類似的 它對我來說 它就只是 同樣的句子換個字 因為你今天跟這個語言的人接觸 或者是說你自己去思考 好假設 我覺得這不是你有沒有在國外的問題 我覺得你在國外 OK 你可能 機率上你跟外國人講話的機率 一定會變高 可是我覺得那個都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現在的科技已經這麼發達 就算你在國內 好我在國內 我沒有留過學 但是我還是把我其他同學 留學的都幹掉 我還是拿到了提手 我們班上第一名 我拿到的是A級教師 我是91分 從那個班 就是你知道 到最後你就會拿到證書 那 我跟別人講說 我沒有在國外留學 其實別人也不信 因為我也常常就是去參加一些 Coffee Talk 還是一些什麼 不管別人傳教的活動 或是幹嘛的 那 這個東西 我必須要說 它其實就是時間 它其實就是你的時間 為什麼我今天要特別的講這個東西 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談吉他好了 各位去看我YouTube的吉他頻道 那個都已經是十年前的東西 那 就是說你看那個速度 但是 我在談到這個程度之前 我就已經先練了十年了 那我覺得 什麼的訣竅 OK 可能只能說 老師跟你講哪些你要注意 但是其他一切都是 看你自己的付出 為什麼我今天我要強調這一點 是因為說 我不希望各位 覺得說 欸我怎麼 沒有像這個廣告上面說的 達到這個成果 讓你覺得說 是不是你自己的問題 是不是我很笨 是不是我什麼 不是不是 純粹就是那些廣告非常誇大 那 我覺得語言 它其實跟錄音一樣 它跟錄唱歌一樣 你要處在一個非常舒服的狀態 那 我不管你是一對一 還是你團班 像我這個人 我就覺得 團班不是很適合我的一種方式 我還是喜歡自己學 那因為 我有自己的進度要跑 那再加上就是團班 你可能不知道 你今天遇到這個同學怎麼樣 你也不知道說 今天這個老師怎麼樣 可能你今天有一個不喜歡 討厭 你可能就不想去 但是你交了錢 你又要去 所以 各位要找出一個 適合自己的學習方法 OK 那 對我來說 你是視覺型 你是聽覺型 你是動作型的人 你自己要搞清楚這個事 動作型的話 你可能就需要用很多的動作 去讓你記憶 那如果你是聽覺型 你就是用聽的 那如果你是閱讀型 你就是用看的 如果你是用講的 通常對我來講 我覺得聽跟講 其實它是一體的 所以我一定會去做講這件事情 尤其是 不管你是去教會 或者是說 我之前待的都是所謂的英語教會 我比較不會說雙語教會 我大部分是去英語教會 那你也可以去雙語 去了解一下 我覺得這是一個文化 我覺得你不是在學這個語言 你是在學這個文化 搞清楚這個邏輯 語言只是表面 那 例如說之前在教會做口譯啊 但是 這些東西都還是你用你的時間去換來的 那我的意思是說 那些什麼廣告什麼書 說真的我覺得如果沒有一個好的人帶你 我覺得你要自己看 那是不太可能的 除非你有自己的程度 就像你可能其他練到高段的 你可以自己照普來 但是 在很多的 例如說爵士啊 藍雕 要樂理上的連結 你可能還是需要更厲害的人去帶你 但是在平常的話 你是可以自己來沒有錯 所以 我覺得 各位不要太 過於的相信廣告 你還是要實際上跟這個老師上上看 那也不是說 這個老師 他是外國人 他就教的一定好 因為其實 蠻多外師 做教務這麼多年以來 其實是很混的 因為就覺得 你們就是黃色猴子嘛 那 只要講一些英文 你們就會很高潮 只要把你們鬥開心 就重要 我覺得中師跟外師 大家不要有刻板印象 當然你要自己試試看 那也有很多誇張的中師 教初級文法 然後自己寫的講義文法都錯 所以 當然 好啦好啦 反正就是如果什麼想討論的話 就留言在下面給我 好啦 還有就是 也就是 好啦 其實大家先講到這邊 因為 其實要注意的點 也就是這些 只是你要怎麼保持 對英文的興趣 對學習一件東西的興趣 東西的興趣 我覺得才是最重要的 OK 保持這個熱忱 去做 你在做的事情 我覺得 那就學很快 就跟我健身一樣 莫名其妙這樣子 拉拉都現在 185 其實也練了幾年了 但是從來沒有人逼我 我覺得就是抱持了這種感覺 OK 好 那大家加油啦 那我明天見 連優老師傑西 拜拜